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来看到的是台东服务员辽阔 而住在偏乡的民众交通更是不方便 有的时候处理一些税务相关的问题 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台东税务局为了要让税务咨询还有申办更便利 特别在偏乡的村落的办公室设置了网络视讯的系统 让民众可以轻松的申办44项的税务按键 还有一般的税务咨询 让距离不再是问题 缴个税款要花一天的时间你相信吗 这样的状况常常困扰偏乡地区的民众 像是雾路、利道地区的居民 要前往最近的超商或者是银行缴款 不仅要花费很久的时间 路途更是玩曲难行 台东县税务局为了方便民众申办各项税务案件 特别深入偏乡在乌路村、利道村、复兴村、張元村、森永村等村长办公室 设置了Skype视讯系统 希望以最短的距离、最低的成本 协助民众解决税务问题 像我们这边可以缴税的话就是农会或者7分嘛 可能车程就要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有时候都要农忙嘛 就没有时间下去 所以有这样的设备是非常理想的 因为应该是要一天的时间 我们从这里还要到关山 不是农会的时候又叫到那个什么 游井那边缴 但是从这边到关山也是很远的路 现在游费又很贵 又花我们的时间 那很方便啊 不用说开车 开两个小时车子来回江下山 台东是一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现在的科技这么进步发达 那我们如何应用科技的这一块 那用很低的成本 那让偏村的民众在申请这个就非常便利 这些SCAPI服务总共有44项 那我们这样子这个 跟这些偏村居民互动的这个归类下来 最常运用到的就是财产申请 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的话就是各项的这个缴税的这个税 缴税的证明 再来的话就是税籍资料的查询 再来的话就是补税单 这些最常碰到的就是这几个太阳 那总共有44项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 只要村办公室有开门 那税务局上班的时间 都可以透过SCAPI来做服务 以网路替代马路 辨明服务措施 但是现在深入部落提供远乡关怀 让距离不再是问题 东台新闻林婉甄黄欣平在海端乡的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的是由大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率领的访问团 27号的下午抵达台东 而一向致力原住民文化还有经贸推广的立法委员廖国栋 他们就亲自的迎接他们 并且在纳鲁湾酒店举行简便的会谈 包括了县府秘书长陈明仁 还有议长饶庆林等人都到场与会 立委廖国栋也特别穿着原住民传统服饰 充分的展现了原民的热情和活力 大陆宁夏回族自治区访问团 28号下午来到了台东 将针对宁台两地少数民族文艺进行交流 立法委员廖国栋亲自为他们接风 并在纳鲁湾酒店举行的简单的会谈 这也是今年首次第一个大陆省级的访问团 来到台东 为了表示欢迎 廖国栋亲自穿上阿美族传统服饰接待 我觉得这个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不管过去如何 现在台湾跟大陆从经济面一直到文化面 甚至将来可能政治面都会有更深的接触 所以我个人在经常往来两岸之间做一个交流的工作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两岸的和平之旅 能够延续甚至未来能够更为精进 首度来到台东的李建华表示 在他们当地从事农业的农民比较辛苦 效力也不好 希望透过这次的交流 让大陆的农业发展能转型成精致产业 我们在我们搞农业的相对来讲 要辛苦 这个比较效力要差 要真正的把农业做精致了 能够能够作为我们说的 就是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植株产业 农业的必须和科技一起相对 所以我们想不管是花莲 还是我们的台东在这方面做得都比较好 农业包含了很多技术 包含了政府对他们的服务 包含了基督威脅的政府 临下访问团 此次参访主要是在双方的经贸、文化、旅游和宗教的交流 匯后廖国栋也回赠原住民传统服饰 现场就有穿得起来 但现场随行的官员都拿起手机争相拍照 场面相当愉快 多乱新闻 陈进雄 台东市 长老报道 为了庆祝青年节 台东县104年优秀青年表扬大会 28号上午在台东协议会的一楼大厅来举行了 表扬了20位的社会优秀青年 以及31位的学校优秀青年 现场是嘉宾云集 包括了救国团台东县团委会的主委陈彤宗 还有台东县议会的议长饶庆林 以及台东县政府的秘书长陈明仁等人都到场参加了 热歌近舞揭开序幕 3月28号上午由救国团台东县团委会 以及青筹会主办的104年优秀青年表扬大会 在台东县议会一楼大厅举行 与会的来宾众多 包括救国团台东县团委会主任委员陈鸿宗 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林 以及台东县政府秘书长陈明仁等 多位贵逼都到场参加 青年的思想是最新进的 国家每次有思想比较先进 都从青年鞋子开始往上提升 多多朝正向的思考 我觉得最近这个年代的 三四十岁的 大家都比较愤怒 我们要愤怒 所以其实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正向 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往更好的方向去走 今年的表扬大会 一共表扬了二十位社会优秀青年 以及三十一位学校优秀青年 积极投入教学创新 以及翻转教育的康乐国小老师严冠明 努力获得肯定 一个责任的开始 那当然也很希望接下来我能够继续在我的教育现场 能够带领更多的孩子 能够学得更好 那面对新的世代 新的未来 能够有一个好的方向 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所学到的东西 能够贡献给台东这个地方 能够让台东的孩子越来越好 许多年轻人长期尽心尽力 付出自己的才能 为台东这块土地心情耕耘 台东的进步他们功不可没 东台新闻黄威台东市报导 要如何让社区或是部落老人凝聚起来 中央还有地方政府推动的专案 就看见大大的成效 日前由台东县政府圆明处承办的 部落3H健康操比赛 就看见部落老长辈们团队的精神 而今年获得台东区出赛的冠军 就是东河湘的太原部落 连续几年来参赛都有好成绩 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合作 展现无懈可及拿下好成绩 现在一起回顾他们的比赛过程 跟着节拍迭点头 向台下的评审和参赛队伍致敬 这一团来自东河湘太原部落的老人家们 拿出比赛的团队精神 不论是踏步伸展 跳起来相当的轻盈 简直是老当一壮 变换队形大声歌唱 要证明他们不老的热情 尽管是行动不便 坐在椅子上 还是把每个动作环节做到位 心理 相当的轻盈 飞行动不便 减少 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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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整齊的隊伍精彩的表現 老人家打扮成另類的造型也很吸睛 叫我貼貼 你看到我貼貼 開玩笑 有那麼多嗎 健康操比賽彷彿變成了嘉年華活動 搖滾樂團加上老辣妹 直鬥的全場哈哈大笑 為了推動原住民部落能夠保有健康和活力 圓明會和縣府圓明處合作 每年舉辦的健康操競賽 總會在當中看見老人家們帶來的感動 也帶動著大家對於健康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東大新聞綜合報導 舉辦了第三屆的鹿野馬拉松 在28號上午在龍田的童花大道開跑了 今年的馬拉松報名人數呢 比上一屆是比較略微減少 這個報名人數原本是2050人 實際報道卻只有1800人 因為最近台東的天氣大多是陰雨天 所以主辦單位也擔心如果是雨勢過大 多少呢都會影響到選手的成績 沒有想到呢活動當天老天也上臉 雖然下著毛毛雨 但是呢這種涼涼的天氣是最適合長寶的了 第三屆鹿野馬拉松 清晨七點在龍田童花大道開跑 可能收到全國同一天 有13項馬拉松相關活動的關係 今年報名人數比往年略微減少 不過雖然如此 當天參與賽事的選手仍然達到1800位 非常感謝 淨上臉 楊小春 起司西尿 楊小春 四千 楊小春 楊小春 来了将近一千八百多人 那今天的天气 大概就是跑者最喜欢的 虽然飘着一点点细雨 但是呢非常的凉爽 那跑回来都身体都没有什么负担 大家跑得非常的高兴 台东这几天都是乌云密布 主办单位对于天气不稳定 也有点小小担心 不过当天天气意外的凉爽 天空只有下起毛毛细雨 凉爽又舒服的环境 这种天气最适合慢跑 这种天气最适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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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好 風景也很美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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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好 烦味昆龙 好 冠云 最特别的最受大家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奖牌 奖牌是热气球造型的奖牌 是大家选手说就是毁掉这台 三种不同颜色的奖牌很适合收集 只可惜当天一次只能参加一种比赛 选手若是想收集其他色系 可能要等下一次了 东南新闻张家伟路由相报导 台东复原溪位于利吉尼岩地区 脆弱地质只要是遇到大雨就容易遭到冲毁 甚至会造成土地滑动导致灾害 受到当地民众的诚情 由水保局人员陪同立委刘兆豪 就前往了复原山区来会刊 针对复原地区的住家 还有农作土地以及道路 这个水保局在95年就深入了调查来研究 并且规划短中长的整治计划 在立委刘兆豪争取之下 其中第一期的改善工程 就获得了2400万元的经费 并且将在今年发包时工 台东复原村位于利吉尼岩地区 水保局在95年就深入调查研究 报告中指出 复原地区下沉都是泥岩地区 只要每逢大雨都会造成土石滑动流失 导致农地居家环境以及道路的损害 在当地民众多念的陈情 由水保局人员陪同立委刘兆豪 前往复原山区会刊 纯粹都是泥岩 只有碎岩碎蟹的小石头 都是泥岩 这边我都做过了 都是泥岩 都是泥岩 我们分三个点专探 全部都是泥岩 我们复原地区长期以来 水土保持都受到我们相当大的一个重视 所以我们这两年来接受我们民众的陈情 希望能够为复原地区的水土保持 包括复原西的整治 还有整体的复原地区 包括利吉等等的 这样的整个地区的整体水土保持的规划 我们一再的陈情 所以我们不断的向水保局来争取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安排这样一个会刊 在今年度水保局台东分局将会进行 复原西的整治 还有上游的屠杀防治等等 相关的工程 总工程费要有2400万 将在今年度进行发包 水保局人员指出 在103年以针对立吉泥岩地区 集水区环境做过调查 并大部规划分四年整治 即将是做的西部规划 将由三个单位分别进行整治 包括复原桥下游淹水问题改善 复原桥断面拓宽 以及复原地区野溪坑沟整体治理 减缓边坡冲时汗崩塌的情形 就是要针对我们这里的各种的居民的这些 他们的生活设施就是居住的地方 或他们的农田他们的那些基设 我们还有一些农路 还有因为197线也是这里的主要的通道 那所以我们也是想说就是针对这个整个地区 编列这个短中长期的这个计划 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工程 让复原地区的水土保持能够更加的平稳 希望透过这样的长期的一个综合规划 然后将来施工能够为复原地区的相关的居民的居住安全 能够更加的提升 目前水保局已规划了短中长程的整治计划 而在立委刘兆豪争取之下 其中第一期改善工程已获得了2400万经费 以复原西周边居民安全为主 由下游往上进行整治 并将在今年发报时工 东南新闻 陈静雄 边南香 财博报道 好 说到清明节的廉价呢 第一天4月2号的火车票 在3月19号凌晨 台铁网路订票系统一开卖就全部秒杀了 让许多要返乡扫墓的民众是急得不得了 还好呢 县府是未雨绸缪 特别向台铁要求台北台东往返的两个车次的普悠码 总计是732个车位 让台东的民众排队购买 清明节连续假期 第一天4月2号火车票 在3月19号凌晨 台铁网路订票一开卖就全部秒杀 让许多要返乡扫墓的民众急得不得了 还好县府未雨绸缪 特别向台铁要求台北台东 往返两个车次的普悠码号 总计732个车位 让台东民众排队购票 6点半就来了 你住哪里了 峰谷里 峰谷里哦 辛苦了 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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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帮孙子买了 要玩多了 5个 你买几张 三张 三张 好 有没有一定要下班车 不是他可能是他 阿如果不忘记了 他就不忘记了 到第四号会台 6号 那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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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点来 6点来 有代价啦 6点半啦 很好啦 很好啦 辛苦了 回家睡觉啦 阿嬷 呃 台铁即使加开了加班车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满足 呃 相亲的这个购票的需求 果然在19号啊 台铁的 呃 春节连 清明廉价的这个票啊 开卖之后也是秒杀 那所以我们在之前 未雨绸缪啊 特别 呃 这个筹办了这个 清明的返乡专车 在4月2号跟4月6号 各有一列普佑马号 从台北回到台东 以及从台东 再返回 呃 台北 为了帮家人购票 特别与女儿 从观山开车来排队 从早上6点开始排 终于顺利买到12张的来回票 让她开心的不得了 怕买不到票 所以说提早过来回 那你买的票的话是来回吗 对 呃 我们从观山 观山到树林 那总买几张呢 买12张 12张 对 孙子女儿都要回来 这一次总共732个位置 那除了30个位置 我们保留给低收入户之外 其他的702个位置 都会在今天顺利 啊这个卖出去 那低收入户呢 30个位置 假如没有在今天来取票完成 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午的6点钟 啊 也把那个票释放出去 让更多的乡亲可以 充分来利用我们这个 清明的返乡专车 台铁有开放网络嘛 但是大家希望的那个时间点 都差不多一样嘛 所以会造成秒杀的那种 网络秒杀的提醒 县府在大礼堂开办总计 732个车位的清明节返乡 普悠马车票 有30张是特别留给低收入户 从下午3点开卖不到半个小时 台东回台北 5939班次的普悠马车票 就只剩下307张 后面却还有民众陆续前来排队 只能说要抢票 早来有机会 晚到的人想要买到票 可是来不及了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时报导 您对史前馆的印象是什么呢 除了是一处可以前去探索 史前历史的博物馆之外 现在更是休闲的好地方 运用了户外花园的美景 在星期六举办了 亲子野餐为旅行的活动 现场呢 有部落美食 特产以及手作市集 更安排了一连串的精彩表演节目 让大草原上野餐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感受了一个悠闲的时光 烤肉摊飘散着阵阵的烤肉香 吸引民众排队购买 周边环绕着部落特色美食 农特产品 咖啡 手作艺品 以及二手衣物等等 超过20个以上的摊位 让市集多元又丰富 而大草原上小朋友开心的玩乐 大朋友席地而坐 享受凉爽的午后 一边欣赏表演节目 3月21号 史钱馆举办了亲子野餐为旅行的活动 开放博物馆后方花园 大家逛市集 感受不一样的史钱博物馆 主要是让大家带着亲人 来感受一下这种优美的环境 听听树的表演的音乐 还有我们提倡一下 我们这个二手货市集 还有我们的有机市集 动手市集 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 珍惜我们自然跟物资 这个跟我们史钱人的理念 是非常一样的 非常一致的 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呢 以后每个月都可以办一次 以市集为主 那搭配每个月不一样的活动 像这一次我们就有素人音乐表演 下一次可能是舞蹈 再下一次可能有其他的活动方式 欢迎各位台东的好朋友 带着你的家人 带着你的亲人 来我们博物馆的后花园走一走 感受一下丰富的南岛文化 以及它带来的生命活力跟生活内涵 季二月份爱分享市集 在馆前广场举行之后 三月份以野餐为主题 邀请摊商一起热闹市集 更让台东的特色产品 多了一个展售的平台 这很舒服啊 而且这个环境这么棒 要开放出来给更多的人来 这个整个环境会更舒服 会更快乐 而且这边真的 这个时候天气是最好的 出来吸收一点台东的热情的阳光 颠覆对市前馆的印象 让民众从不同的面向认识市博馆 周休假期在有着丰富自然景观的大花园里头 让市前馆格外的热闹 东台新闻李婉珍台东市报导 再来关心气象方面的资讯 告别英语春回大地 中央气象局就预报了 未来的一周全台的天气都是稳定的 而西半部的高温可达摄氏30度以上 日夜温差是有超过了10度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而这个金门马祖清明节的廉价 第一天要留意的是局部的雾 会影响到交通 另外呢就是今年编号第4号的台风 梅沙在28号的清晨2点就形成了 目前距离台湾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 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是不会有影响的 再来关心台东县各厢镇市的天气概况 台东市北南厢18到26度 纵谷地区16到24度 南轨地区18到27度 再来看到农民历的资讯 国历的3月29号 当天是农历的2月10号 在当天呢是日冲属狗 58岁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当天是和祭祀沐浴解除还有扫射 而当天刚好是日值受死 所以凡事要特别的小心了 而当天即时是落在了子丑五生这四个时间 来看到星座的运势 本月的主打星是母羊座的朋友 在当天整体运势是三颗星平平的状态 在当天的贵人星座是水瓶座 幸运数字则是五 来看到整体运势的解析 爱情欲呢有所缓和 没有大风没有大雨感觉非常甜蜜 而在花钱呢略缺计划性 所以呢有勒紧腰带过生活的危险 要特别注意了 而参加学习班的人会受到不一样的礼遇 而学习热情也会随之高涨 赞获颇多 提供给您一则例子小语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力量 用坚定的力量挺身迎战 痛苦之后呢你会拥有更快乐的天空 提供给您最为参考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事 此音锁定二时频道祝您平安喜乐 我是婉珍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